在黎自成率兵包围了北京 崇祯皇帝自杀之后 有一支部队向南方讨逸 在南方建立了政权 史称南明 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朱游郎 逃至缅甸境内的时候 因叛徒出卖 被吴三桂抓获 最终被杀 其中一部分明朝的军队 逃到了现如今缅甸北方的国杆地区 当年带领这支部队的将领 是明朝末期大将杨高学 从那之后 国杆地区进入了 杨氏家族的统治的时代 时至今日 国杆地区都还有很多人 声称是朱元璋的后代 现如今的国杆 华人的数量就占了80%以上 而且他们都是讲着汉语 用的都是云南地区的区号 使用中国移动 学校的教材也是使用 中国九年义务教育制教材 过必也是使用人民的